见到《第一仙》第2865章 有泛光处莲花开 文州渡口外 三千里水域上空 已变得混乱而动荡 境阵轰鸣 光艳肆虐 毁灭力量如山崩海啸般扩散 动辄可灭天军 数十位罪魂冲向四面八方 每一个都曾经是末法时代 驻守在九要古城的战将 曾和无尽天魔争战厮杀 此时随着他们出动 就像数十道风暴在席卷 所过之地血水飞洒 惨叫声震天 小女孩所显露出的实力 则最恐怖 她身影若一缕鲜艳雪光 撕裂长空 所过之处根本无人能阻 她速度太快 也无比霸道 一路几乎是直接撞过去 阻挡在前的修道者 几乎都落一个躯体崩碎 神魂炸裂的下场 死 一道爆喝声响起 瘟子薄出手 祭出一尊紫金色倒映 横空朝小女孩镇压过去 那紫金倒映光焰流转 垂落紫金色的雷霆秩序 毁灭气息恐怖 一击之下 竟是砸得小女孩身影一阵摇晃 前行的速度顿时受阻 几乎同时 成月大秀一挥 六座石碑从天而降 把小女孩四面八方之地封锁起来 每座石碑皆摆帐高 通体漆黑 石碑表面 镌刻繁蜜若花枝的道家俘虏云纹 六座石碑分别封印东 南 西 北 天上 地下六个方位 而石碑之上的俘虏云纹 则喷勃出刺目耀眼的道门神艳 有三枚真火 九清玄火 玄聘天火 地钢煞火等等 每一种道门神艳 都能轻松把天军炼成灰烬 最是霸道 这一组六座石碑 名幻六部风魔碑 是成月的压箱底大杀器 只要出手 几乎无往不利 功无不克 也是这六部风魔碑 让成月道门十大天军中 稳稳地占据一席之地 一下子 小女孩如置身大火炉内 退无可退 必无可避 烈 成月一声低河 六座石碑轰然旋转 各种道门神艳随之轰鸣沸腾 化作瑰丽斑斓的漩涡风暴 许多天军暗松一口气 在过往岁月中 只要被成月的六部风魔碑封禁者 全都无意生还 然而 这一次却发生了意外 就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六座石碑猛地剧烈一颤 紧跟着一股佩然墨浴的血色罪恶力量 冲销而起 将那六座石碑释放出的道门神艳都冲垮 而那小女孩已暴杀而出 战毛一扫 附近数个天军人物 还没来得及闪避 就被血淋淋的战毛光泽拦腰斩断 当场毕命 全场震害 惊呼声四起 没人能想到 那小女孩的战力竟如此之恐怖 竟能轻而易举破掉六部风魔碑 根本不敢犹疑 温字薄 成月 冯渡虎 绝影剑军 这些大人物们几乎全部出手 轰隆 大战愈发激烈 这片区域之中 法宝呼啸 道光翻涌 呈现出天崩地线般的恐怖异象 不得不说 小女孩的战力实在太可怕 一个人手握战毛 硬汉十方之敌 非但没有被打压 反倒带给那些大人物们 极大的压力 她衣袍都化作星红血色 流淌万丈罪恶雪光 雪白的肌肤上 有罪千血纹浮现 妖翼射人 最恐怖的 当属她周身萦绕的无数黑色花朵 极具毁灭气息 只要被黑色花朵沾染 无论是在通天的道法 在神庙的宝物 都会出现质色 像被无形的禁锢力量脱拽住一般 那些天君何等强大 一个个在同境之中 都有着压概一方的战力 寻常天君在他们面前 和纸壶般不堪 可现在 面对小女孩这样一个对手 却一个个压力骤增 一身气焰都被压制住 这让她们震动 一个个变了脸色 她们自然都了解过 九一古城那一战的消息 知道这小女孩 便是那从末法时代 严存下来的罗侯规则的姓灵 可打破脑袋 她们都没想到 这样一个秩序灵体 竟然比传闻中还要凶残 小女孩则暗暗焦急 上次在击杀事件者时 她的表现已经让老爷心生不满 如今老爷明显彻底动目 若再不尽快拿下那些对手 老爷心中该如何看待她 拼了 小女孩一咬牙 彻底豁出去 一瞬 她躯体悄然裂开 就像一朵血腥的花绽放 分化出无数血色虚影 这些虚影分座数十群 分别围攻一个大敌 一下子就像无数个小女孩 把那数十位天君重重包围了 其中一些血色虚影 更是钻进对手的心境中 这是玉外天魔的手段 正如第一世心魔所说 这小女孩真正的身份 并非罗侯规则的姓灵 而是玉外天魔 并且是最特殊的一种 而此刻 随着她拼命般出手 一下子给那些大敌 造成致命的威胁 师尊 你为何要夺我道理 为何 老子和你拼了 一个心境被入侵的天君 呼得嘶声尖叫 眼神泛红 风颠般出手 想彻底失控盘 一群血色虚影围攻而上 将这位心境崩溃的天君灭杀当场 哈哈哈哈 本作终于得到了 以后无量地宫的长教之位 必将由我执掌 有人疯癫大笑 满脸的亢奋 当初我只是为了活下去 才杀了父母 错的不是我 是这该死的事道 有人痛哭 悲愤嘶吼 我对不起师娘 她是我如亲生 我却干出那些禽兽不如的事情 师尊 这真的不怪师娘 都怪我 是我当年做错了 有人满脸懊悔 伤心欲绝 那一幕幕 显得极为怪异和圣人 往日里 那些个天君心境何等坚韧 可如今却像走火入魔 一个个陷入魔障中 而小女孩所化的那些血色虚影 则趁此机会 毫不留情地 将那些心境失守的大敌灭杀 但与此同时 小女孩也不断负伤 她那一些入侵大敌心境的力量 一部分并未成功 反而被大敌一一灭除掉 心魔力量被毁 也让她负伤不断 可小女孩根本顾不得这些 完全就是在拼命 同一时间 在战场其他地方 那些罪魂也在拼命 掀起血雨腥风 苏毅这边 曾心和助手在一侧 杀气腾腾 她发现自家祖宗明显不对劲 明显是心中 藏有太多的火器和杀机 虽然不清楚 自家祖宗经历了什么 可曾心和清楚 这时候最该做的 就是守护好祖宗 苏毅拎着酒壶 却没有喝一口 她在想 什么时候自己可以大杀四方 而不是像现在这般 只能看着 现在的神游镜 注定做不到 但 只要踏足既无镜 应当可以无惧 来自天军的威胁 若能踏足无量镜 在此时此刻的一战中 当可以杀一个痛快 若是天命镜 就是碰到天地的意志法身 也注定威胁不到自己 可玄机 苏毅就摇了摇头 想这些没用 徒惹烦恼 大道之路 不是想当然 更不能急功近利 欲正无上道 必持大恒心 大毅力 大气魄 若因为一时的一难平 就改变初衷 不择手段谋求 破镜之快 又怎可能正一个无上道 渐渐地 苏毅心静冷静下来 也就在此时 苏毅呼地注意到 那混乱动荡的战场之中 呼地出现一个白衣僧人 僧人面孔如清秀少年 气息空灵飘渺 一步一莲花 行走命运洪流之上 看似缓慢 实则眨眼而已 就已出现在战场中 他双手合十 唇中轻松一个字 震 哼 战场中 小女孩所花的许多血色身影 竟是被一道道 宏大无量般的佛光镇压 那些佛光所致 连潜入那些天军心境中的 血色虚影 都被镇压 小女孩察觉不妙 第一时间抽身而退 可即便如此 依旧遭受重创 被一大片佛光扫中 一个个血色虚影 瓦解消散 被彻底进化 老爷 快走 小女孩返回时 脸庞惨白透明 满脸金木 那突驴太可怕 声音回荡时 就见战场之中 佛光如翻涌的金色红流 阔散开 有一朵朵莲花在佛光中绽放 莲花摇曳 将那一个又一个罪魂炼化掉 无意生还 曾心和脸色凝重 背挤直冒寒气 好恐怖的佛门泛光 好厉害的少年僧人 他是谁 这一刻 那三大天地级势力 和立心建斋的强者 也都被这一幕 深深震撼到 厮杀到现在 他们这边已伤亡过半 三十六座杀阵 几乎完全沦陷 连天军都死了十多个 付出的代价 不可谓不惨重 连温自薄 承越这些大人物 都心头沉重 焦急无比 怀疑今天极可能将大败 可那个白衣少年僧人的出现 却一举改变了大局 他脚踏莲花而来 僧衣飘夜 出尘脱俗 轻而一举就中错小女孩 焚杀十数位罪魂 那等不可思议的佛门神通 让不知多少人瞠目 只是 同样没人认出 这白衣僧人究竟是谁 唯独苏义皱了皱眉 隐约感到有些熟悉 多年不见 苏道友风采依旧 着实可喜可贺 远处 白衣僧人悄然转身 脚踩莲花 含笑儿力 朝着苏义 何时作依 一下子 苏义终于确定 对方是谁了 我该叫你什么 过去佛 今是佛 未来佛 亦或者都不是 第2866章 和尚可信命 命运长和尚 浪花翻涌 白衣僧人脚踏一朵莲花 衣媚飘舞 说不出的出臣和脱俗 他眼神澄澈 含笑看着苏义 道 过去已去 未来已来 今是成道 命运莲花上 我独我一个 众人一头雾水 苏义隐约明白了 以前 过去 今是 未来三位佛陀 曾遭心魔业障 就此从永恒道徒上跌落 而今的他 分明是把过去 今是 未来 尽数荣于一身 铸就了一条远比 从前更强大的道徒 苏义道 这么说的话 我可是你改变命运的贵人 你认不认 白衣僧人笑道 修佛参禅一道 从不向外求 我有今日之果 自有前日之因 便是当年在神域斩除 心魔业障 也由我主动谋取 何来贵人一说 苏义一声轻笑 修佛之人 舌灿莲花 与之争执 注定自讨苦吃 不过 当年定道之战中 我曾和西宁 在这命运长河上 狭路相逢 最终能避免一场杀身之祸 无非侥幸占了一些机遇 白衣僧人道 念在这个因果上 今日我也可以网开一面 给道有一条生路 苏义心中清楚 白衣僧人当初所见的西宁 必然是素婉君 不过 苏义可从没听素婉君谈起过此事 白衣僧人继续道 只要让我把那个罗侯之灵带走 今天事情到此为止 苏义挑眉 这才确信 对方是冲着小女孩来 小女孩立在苏义一侧 扬起小脸紧张道 老爷 您不会这么做的 对吧 苏义不曾理会 只问道 给个理由 白衣僧人摇头道 这是个条件 你可以拒绝 但 也等于拒绝了 我给你的一条生路 小女孩空前紧张起来 她从那白衣僧人身上 感受到致命的威胁 就像遇到了天生的死对头一般 最可怕的是 对方比自己强大太多 自始至终 温自薄 承越等人都插不上话 在沉默的观望 但到了此时 他们都已识破了 那白衣僧人的身份 临山祖庭的一位佛祖 很久以前 应该是早在末法时代落幕的时候 临山祖庭出现了一场 逆而不宣的巨变 其祖庭的三位佛陀 全都在一夜之间作画 彻底祭灭 这件事 被临山祖庭遮掩了起来 直至消息泄露 外界知道时 那三位佛陀 早已缘济不知多少岁月 也是那时 人们才知道 那三位佛陀 在正无上果位时 遭受心魔业障而遇 但 临山祖庭却对外宣称 那三位佛陀 并未真正遇命 而是在寻觅一条前所未有的佛门 无上道徒 直至前些年 曾有传言称 临山祖庭发生了一场天地异象 有一株枯萎万万年的莲花 在一夜之间焕发生机 花开七十二戒 光照三千饭土 据说 这是有佛门绝世大能横空灵世的异象 并且是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一桩异象 也是那时候 永恒天狱各地都被惊动 纷纷打探消息 试图了解一些真相 最终只听说 临山祖庭多了一位神秘的佛祖 无人知晓其佛号 也不知其根脚 但据说临山祖庭上下 接奉其为大无量 无上自在为一佛 而此时 当看到那神秘的白衣僧人 众人都很怀疑 此人便是临山祖庭 那一位神秘的佛祖 开条件 压抑沉闷的氛围中 响起苏伊那淡淡的声音 那好 我也给你开一个 今天若你就此离开 以后我只收拾你一人 若不离开 以后我自会踏灭临山祖庭 全场一惊 谁不知道 临山祖庭是佛门第一净土 永恒天狱的天地集势力 这样的威胁 听起来显得格外荒诞 可没人敢嘲笑 在文州 多位天地联手布局 还被苏伊一人逃生 而今在这命运长河上 他们这些老辈天军联手 都差点被杀得溃不成军 若今日苏伊活下去 以后谁敢说 他没有和一方天地集势力掰手腕的实力 白衣僧人 咪了咪了咪眸 早在神域时 他就和苏伊明争暗斗 不知多少次 自然清楚 苏伊向来言出必见 断不会信口开河 为了一个罗侯之灵 值得 白衣僧人轻叹 苏伊淡淡道 这句话 也正是我要问你的 为了一个罗侯之灵 值得 哄 话音还在回荡 白衣僧人呼得出手 脚下莲花摇曳 无尽佛光如潮水般扩散 那天上地下 浮现出三千佛土 无尽佛国的景象 阵阵范音响彻 宏大无量 附近水域那些天军 根本不敢动弹 无不惊骇欲绝 因为白衣僧人施展的神通 明显早已超出天军范畴 乃是真正的天地之威 至此 人们也终于断定 那白衣僧人 是一位佛门天地 苏伊袖袍一挥 身边的岑星和小女孩一起 凭空消失不见 而在她掌间 则浮现出一部泛黄书卷 一瞬 在她脚下的命运长河中 骤然掀起滔天般的命运洪流 像惊涛骇浪般 声势骇人 那扩散而来的无尽佛光 那三千佛土 无尽佛国的景象 尽数被命运洪流冲垮 连那阵阵泛阴禅畅声 都被轰鸣作响的 命运浪潮声压盖下去 在场众人皆经 纷纷退避 可即便如此 依旧有不少修道者遭难 被命运洪流冲击 淹没在浪花翻腾的水流之下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 只有那惊恐凄厉的尖叫声 在回荡 与此同时 人们终于看清楚 掀起那命运洪流的 竟是一个墨盘大小的雪白蝉蝠 他踏着浪花 立在苏义身前 怒声叱骂道 突驴 你哪来的狗蛋 竟敢对命官大人不敬 简直罪该万死 雪白蝉蝠很生气 附近千里水域都在翻腾 水雾肆虐 浪花滚滚 他自然是新缠子 一个盘踞在清风洲渡口之外 水域中的绝世大妖 曾赠送苏义缠公珠 之前他一直折服在命运长河深处 当苏义拿出泛黄书卷时 他毫不犹豫动手了 命官 远处 白衣僧人眼神泛起异彩 似有一对万字符 在瞳孔深处缓缓旋转 凝望雪白蝉蝠半上 白衣僧人道 在命运长河中 我奈何你不得 但在这命运长河上 你和我对敌 就是自寻死路 哄 他探出一只手 横空压下 顿时 在雪白蝉蝠头顶上空 浮现出一只遮天般的佛手 裹挟着亿万金色佛光 镇压而下 雪白蝉蝠一声爆喝 一片命运洪流冲起 和那一只遮天大手 狠狠撞在一起 可仅仅刹那 命运洪流就被碾碎 那只遮天大手 一举把雪白蝉蝠 拍进了命运长河中 掀起滔天般的波澜 而白衣僧人望着苏义 笑道 命官 执掌命运的天官吗 能否跟我说说其中缘由 苏义手握泛黄书卷 神色平淡道 你修三世身 参禅悟道 难道不懂何为命 白衣僧人正要说什么 哗啦 浪花翻涌 雪白蝉蝠腾空而起 怒道 突驴 可敢进入命运长河 与我一战 白衣僧人皱了皱眉 这蛤蟆很不识趣啊 白衣僧人一步迈出 长指捏印 天地间顿时有大光明涌现 地结为无上佛印 仿似巍峨无量的西天灵山 镇压而下 这一击 不止针对雪白蝉蝠 连同苏义也被针对 这是真正的天地之威 一瞬而已 就压迫的雪白蝉蝠 无法动弹 机遇窒息 而苏义 也遭受致命的威胁 眼见这一击 就将震杀过来 一道冰冷的声音突兀的响起 和尚 你可信命 伴随声音 那浩浩荡荡的命运长河下方 呼得泛起一片绚烂龟粒 如梦幻般的光彩 随即 一股无法言说的恐怖凶威 带起滔天的命运水流 骤然间爆发 轰隆 虚空乱颤 十方皆震 那一尊无上佛印 竟是被一片 龟粒绚烂的命运水流 死死地抵挡住 再无法落下 而此时 光焰焦之中 一头孔雀 出现在命运长河中 它身躯在河面上 而那一身绚烂 如然般的彩色淋雨 则像一把扇子般 扑在虚空中 遮天蔽日 明要夺目 远远的 当众人看到 这只神异的孔雀 无不动容 倒吸凉气 好恐怖的凶威 新缠子大笑 老孔雀 还是你吗 苏毅也不禁亚然 这头孔雀的出现 出乎他的意料 而当白衣僧人 看到这只孔雀时 则不禁正住 眼神都随之变了